闯日韩团哪家乔 东团就不用说了 帅哥们在异国他乡打江山 寂寞到和乌鸦对话的时候 现在很多年轻小爱豆还没出声呢 宝儿作为顶级女solo 就不放在我们关于组合的讨论范围内了 不到14岁就韩国本土出道 20年前单枪皮马闯日本 15岁的时候给犬夜插唱的异地 全心全意 时至今日还在我的歌单里躺着 给大家安利一个宝儿姐08年的现场 只要看了 绝对计较 别的爱豆一把年纪了还在讨论 唱功舞蹈进步多少 20出头的宝儿 一个人一个大厂都装不下他的气场 不过既然是说组合 男团这边已经有了东神 女团是谁 相信观众老爷们已经呼之欲出了吧 她是继宝儿 东团之后 第三个在日本总销量破百万的韩国艺人团体 是首个登上日本东旦进行单独表演的女团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最隆重的鞭炮 最响亮的尖叫 请出今天的女主角 Kara 长日女团 这一块 Kara的成功应该毫无争议吧 油管上不少外国人 甚至直接将她们看作日本女团般的存在 毕竟当年日本的大街小巷 都放着她们的大热曲目 成为了不少宁红金的童年回忆 而且卡拉名曲的传播力度也是非常的强 即使主攻的是日韩市场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观众老爷 应该都听过Mister吧 我愿称Mister为最强飞主导 Kara作为07三大之一 出道时间甚至比少女时代早少半年 经纪公司是韩国曾经的老三大之一 DSP 虽然DP早已凭实力把自己租出前排 卡拉刚出道时还是四人女团 成员包括 朴奎莉 韩盛妍 金承熙 郑妮可 出道首张专辑 The First Bloomy 由制作了SSS501一级的多名作曲家参与 尽管成员们年纪尚小 但早已在DP练习多年 虽然刚出道时的舞台还比较青涩 但实力绝对掉打现在一大片组合 二代团圈开卖唱跳就是爽 这里尤其要说一代主唱金承熙 长得好看 唱功也丝滑 要是时间长一点 之后多半也是个厉害的大主唱 可惜金承熙锦随着组合发了一张专辑 便因学业问题退出了组合 之后公司选出巨荷拉和江志英 作为新成员加入组合 卡拉2.0正式开启 如果说Break时期的Kaira是成熟帅气的话 那Reakiu时期的五人组就是活泼可爱 长卷发的荷拉是我那时见过最灵动的少女 从帅气向可爱转型的卡拉 2008年11月公布的Fate Girl的MV预告 不到12小时就突破了4万次点击 几天后正式MV公布 组合收获了不少正面评价 在以Pretty Girl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打歌宣传之后 PP在卡拉的官网上举行了一个公开投票 由粉丝们选择卡拉的后续宣传曲 最终Honey以六成的票数获得了压倒新胜利 这首歌对于卡拉来说非常有意义 它是卡拉出道近两年后第一首获得Eva的歌曲 人气大步向前的卡拉 在2009年7月推出新专辑Revolution 这张专辑就是被不少人感叹选错主打曲的韩语正规二集 没错 就是这张专辑收录了卡拉的超神歌曲Mr 但是主打曲Wanna其实也非常好听 应该有不少飞车玩家对这首歌非常熟悉 强烈的旋律和动感的节奏 整首歌的洗脑程度着实不清 而且相比于之前可爱活泼的风格 Wanna不仅展现了成员们的可爱一面 更凸显了他们的性感魅力 这就是以前女团的厉害 就算穿低药裤也让人感觉身材比例超好 我的严严实实依然能散发出性感魅力 不过Wanna虽然厉害 但是Mr是真的谁听谁中毒 卡拉在音乐银行表演了这两首歌 之后便一屁股舞人气极窜 Mr不仅让卡拉在韩国收获了超多的代言和广告 在日本也收获了不错的反响 说到丰盛的地皮很快就将成员安排到日本发展 日本这一块我们后面再说 毕竟卡拉虽然在日本很厉害 但并不妨碍他们在韩国本土的发展也相当不错 南韩断冠王的称号不是白来的 相比于WannaMV里还透露着可爱气气的场景 Rupin直接把成熟帅气质拉满 卡拉的歌怎么首首歌都这么经典 这BGM一想是谁的DNA又动了我不说 我只知道我的双眼满含泪水 可惜地皮在老社长生病隐退之后 管理乱成一团 娱乐产业终究还是比不上珠宝和地产 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2000年初 储队长外的其他四名成员对公司提出控诉 原因是公司强迫组合超负荷工作 不经沟通随意增加工作 而薪酬只有总收入的1% 可以说资本价的压榨力度拉满了 在几番协商沟通之后 成员同意完成一定工作 而且公司还对外声明说 是五位成员想要在一起的意志太坚决 我只能说 论狗还是你地皮厉害呀 Step这首歌竟然已经过去十年了 感觉听着Step嗨的日子还是在昨天 油管上 这首歌的官方MV点击量 已经突破了1.1亿次 不少评论顺赞 这首歌是K-POP标志性歌曲之一 不过我觉得最感人的是 不论任何时候 始终都有粉丝表达对Kara的爱和回忆 2011年 Kara凭借Step在音乐节目中达成OQ 也是组合首个破千万点击量的MV Kara不仅在韩国本土大火 在日本更是没有任何一个韩国女团 能与之相提并论 因木村Kara在广播中播放的 Mr.在日本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机灵的地皮一下子嗅到了钱的味道 火速将Kara发送日本 2010年8月 Kara发布日文版Mr.在日本正式出道 欧榜出动销量达到29238张 总销量近14万张 说起来就是一把泪 这销量比我搞过的日本本土组合 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张单曲在欧榜的最高成绩排名第五 是除了日本本土组合以外 最初进入欧榜前十的亚洲女子组合 也是自1980年英国组合 The Nolens以后 30年来第一个进入欧榜 周榜前十的海外组合 11月发行的首张日文专辑 Girls Talk 首周销量就突破10万张 距离上一个在日本首周销量 破10万的海外团体 已经相隔了6年9个月 同样也是时隔4年多以后 终于能在欧榜专辑榜上连续5周排名前5的海外团体 卡拉在日本是真的红 不是粉丝朋友喊口号而已 2011年1月 卡拉发行MV精选级DVD Color Best Clips 首周销量达到13.2万张 拿下欧榜DVD排行榜的周冠 成为第一个拿下日本工信榜DVD 综合排行榜冠军的海外女性艺人 首周销量也打破女性艺人 非现场演出类的DVD销量记录 之前这个记录 还是苍木马依在2000年时发行的 First Cut保持的 观众老爷们 这成绩难道不值得一个全体起立 并且 Kara在日本出道仅8个月 就成为了第三位在日本销量破百万的韩国艺人 虽然日本很排外 但是在面对帅哥美女提供的高质量音乐面前 该买的还是会买的 卡拉在日本打破的记录一项接一项 第三张日语单曲 发行一周销量破十万 拿下公信榜单曲周冠 是日本欧榜史上 第一次海外女子团体发行首周级多冠 观众老爷们 这应该怎么夸 评论区众筹一波彩虹屁 而且 Kara也是第一个登上东旦的韩国女艺人 东旦有多夸张呢 她能容纳55000名观众 不是顶尖的人气 真的用不了东旦 油管上有霓虹金感叹 Kara是他们的童年 那可是真情实感的 Kara是我们的期望 Kara是我们的期望